夫人亲手做的饺子 让我特意给将军送来 锦儿亲手做的 还真是给本将军惊喜 将军把这么珍贵的御事赠予我 心里果然觉得我很重要 将军对小姐这么好 以后啊 你也要对将军更好些 没错 从此以后 我要对将军多多上心 我就是他的亲人 夫人 副驾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没跟将军去军营 将军军中有要事处理 让我回来守着夫人 我在府里好好地不必守我 夫人不必在意 只管自己去做事 行吗 我们去厨房干点活 你要想跟着那就跟着吧 副驾 你跟着吧 反正我们多的是体力活呢 来 来 夫人要我如何帮忙 将军在军中伙食不佳 我想包掉饺子 但不知如何下手 夫人莫动手 我来帮你 那福将 我给你拿盘 小心 我给你拿去 普恩是习武之人 意气实在是大 多亏有了你 父教 夫人 客气 这看起来味道真好 我尝尝 小心 小姐 碗筷 副教 你今天最辛苦 你尝尝 夫人吃便可 你别跟我客气 尝尝吗 是 怎么样 这味道极好 来 尝尝 真好吃 前来副将出了不小力 副将辛苦了 谢谢夫人给的机会 等会儿 我就把这些带去军营 给将军尝尝我的手艺 夫人 车马颠簸 且现在天色已晚 不如让属下提您去吧 我骑快马 快去快回 将军也能趁热吃上 副将说得是啊 那就有劳副将了 记得说 是我做的 明白 将军 夫人亲手做的饺子 让我特意给将军送来 锦儿亲手做的 还真是给本将军惊喜 小月 幸苦你了 这几日帮我好好照顾夫人 我定会好好照顾夫人 那我先回府了 去吧 你还更却 还能够 买好 还能够 干森 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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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 这怎么一会儿的功夫 小姐人就不见了啊 柔柔 我回来了 小姐 你今日外出是不是把我忘了 副将刚刚要陪我出门 我就先出去了 忘告诉你了 不过我买了匹新布料 可以回来一起做新衣服 不对 你根本就是这几日都把我忘了 我可这么说啊 副将修远 副将修远 统统都是副将修远 你现在啊 外出采满 府内办事 都只要他陪同 你根本就是把我这个陪伴你多年的丫鬟给忘了 副将是受将军之托 把我照顾得很好 别说你了 将军我都忘了 你别介意嘛 你别怪我多嘴啊 虽是将军所托 可这毕竟男女有别 你们俩现在走得太近 你小心 将军出错 我和副将又不是什么乱来之人 将军他吃哪门子醋啊 那就算你这么说 我还是觉得怪怪的 上次 他还专门拉着我去医官那里问你的身体情况 知道你越视不调 他还格外地紧张 将军军中有钥匙处理 让我回来守着夫人 你穿着正合适 来了 那 夫人戴什么都好看 茶茶 是不是现在我去哪儿你都得跟着 是 是 柔柔你提醒得对啊 我最近确实跟副将相处的时间比较多 嗯 这倒显得楚兄明把我给忘了 没事柔 我现在就去军营找将军 你去帮我安排车马 我 喂 我说的不是将军 终于妥当了 也不妄将军在此熬战几言 这罪者 就劳烦你送于皇宫了 属下明白了 此事事关重大 不仅仅关乎我楚兄明一人向上人头 还牵连中将时的行物 必要严密行事 领命 皇上知晓此时候定会召集重臣 届时会有落井下失智 那将军该如何应对 我来一招请君入瓮 天一亮你便去京城 一刻也耽误不得 是 属下必定快把家鞭日夜兼程 祝你